当年全国爆红的《黑猫警长》只播了5集就停播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 《黑猫警长》这部动画片可以说是很多80后、90后童年的回忆 但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原版的《黑猫警长》只播了5集而已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? 至于《黑猫警长》被进播的原因有很多的说法 一种是该片的导演戴铁郎被停工了 其实戴铁郎是在《黑猫警长》被进播3年之后才离开的工作岗位 还是有一种说法是《梅音场》和《黑猫警长》原著作者朱志祥有的矛盾 也就是版权的问题 最终朱志祥将导演戴铁郎告上了法庭 最终戴铁郎赔偿了朱志祥 这件事也是不了了之 除了以上的两个原因 《黑猫警长》被进播流传最广的一个原因就是 这5集动画片简直就是孩子童年的黑色记忆